这种感觉 这种情况呢 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悬前圆肌 还有止趋肌 然后上方它的Gridan 在颈椎 还有颈椎的单元化扎法 这个呢 也是我们会员课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加上这个远期效果呢 就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止趋肌 止趋肌呢 它是分为止浅趋肌 还有止深趋肌 它们起于 先来看止浅趋肌 它的起点呢 是起于宫骨内上科 还有这个前臂的筋膜 然后呢 它的止点是第二到第五指 终结植骨体的两侧 止深趋肌呢 它的起点是尺骨 还有这个骨筋膜的前面 它的止点呢 是第二到第五指 远节的植骨体 如果止趋肌 损伤以后呢 它就有可能会引起手指的不舒服 手指的不舒服 甚至呢 可以这个放射到指尖 感觉超出指尖的那种疼痛 这种情况呢 止深肌是不会出现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止趋肌呢 我们可以啊 让这个患者 你比如说你想松这个食指的止趋肌 那你就把其他的手给它压住 然后让它勾这个食指 这样呢 我们就在宫骨内上科下面一点 这个地这个区域 我们就可以看到或者是摸到肌肉 它一收缩一收缩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用圆力针 0.5乘75的圆力针 我们去评测 然后扫测一下 这样呢 就把止趋肌给放松下来了 再来看一下 悬前圆肌 悬前圆肌呢 也是起于宫骨内上科 它的支点呢 是在饶骨的中部外后面 如果悬前圆肌损伤伤以后啊 它有可能会卡牙到正中神经 然后造成悬前圆肌综合症 然后它有可能呢 会引起整个正中神经支配区域的感觉障碍 或者是手趋肌无力 还有这个趋指的时候呢 也出现这个无力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悬前圆肌我们要给它处理一下 那么悬前圆肌怎么处理呢 很多人不会找这个悬前圆肌 因为它的功能嘛 主要是悬前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手腕 给它被动的悬后 悬后以后呢 悬前圆肌就被拉长了 这个时候呢 你在它的前面就可以看到一条钩 这条钩呢 就是悬前圆肌 然后我们从公骨内上刻 内下两厘米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用0.4乘25的韧帧 我们去点次 也可以用0.5乘75的圆力帧 我们向着这个它的指点的这个方向 我们去评次 评次 然后扫次几下 这样呢也能够把悬前圆肌给它放松下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我们的处理以后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你现在手还阀吗 什么样的发 经过我们的处理以后啊 它的这个手阀的意思呢 就是没有力气嘛 没有力气 还伴随着一些麻木的感觉 经过我们的这一次